好,咱们马上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来自Sanna Ayrton 好,可以教一下唐大叔怎么念 英文不行 唐大叔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在中国买的12款大切诺机3.6V6 Pentastar 但是这车一直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冬天冷车启动,怠速不稳 有一次还直接灭火了 我生活在中国北方靠近北京 冬天也不算太冷吧 想问问唐大叔在加拿大这么冷的地方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还有我去4S店检查 有时候会查出有缺缸 4S店说PandaStar发动机的火塞设计更换 要拆发动机,是真的吗 谢谢大叔 我不知道这台车12年买的时候 您是全新车还是二手车 如果二手车很难讲 特别是发动机的东西 原来如果那个人的驾驶习惯或者一些使用的用途有一些问题的话 那你二手车是非常难讲的 虽然发动机PandaStar是全世界最好的10个引擎之一 V6引擎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全旗舰 全木马人都用的这个车 大切也用了这个发动机 所以发动机本身已经被验证无数次了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您说这个特别技术的东西 唐大叔也不敢乱忽悠 但是我感觉可能 有极小可能是原厂的 这个做的不好的问题 有这么非常小的几率 但是如果你的车是12年买的 我不知道新车还是二手车 那如果是二手车的话 可能之前使用造成这种问题的机会更大一点 那或者是新车您自己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有过什么意外或者怎么样 也有可能导致 但这个并没有听说过 在加拿大 这个是非常稳定的一个PandaStar引擎 在技术的东西 唐大叔也不敢乱忽悠了 发动机火塞设计这些东西 那可能 其实我觉得有个可操作一点的这种建议 就是可以去国外的论坛上面 去看英文的论坛上面 别人怎么讲的 但是这个话题没有听说过 这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但我觉得这是个个别事件 那可能是运气不好 或者说这台车之前 有极小可能是原厂的问题 那12年的话 我不知道里数多少 在中国的原厂保养是怎么样 因为Powertrain 就是说这个大部件的话 它应该是有10万公里和5年的保养 现在是17年刚到年头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赶快去看一下 因为照理说 如果真的发现是原厂的问题的话 那一定要去4S线 我相信会有给你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甚至在极端点 是不是给你换个发动机 都有可能的 好吧 当然这个中国的政策 还需要你自己去看一下 也多利用论坛的这种资源 去跟大家问一问 讨论讨论你的问题 虽然没有直接帮你能回答清楚 但是我还是给你一些办法 希望可以帮到你 好 我们继续来 接下来来自另外一位台湾的朋友 郭宗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朋友 写的都是繁体 也可能是我们广东人 雷回了 广东人 郭宗林 广东话不行了 不说了 郭宗林 郭朋友的问题是 请问吉普有全14区的车款吗 还是都是分14区 另外4乘4还请大叔详细讲解一下 这一块四区 唐大叔前面有个视频 大切的区别里面 单独讲过 大切区别 其中一个方式去区分 就是用它四区 这里讲到半时四区 和全时四区的问题 part time forward drive 对吧 full time forward drive 这么来说 在大切的 因为吉普他没有讲车型 在大切的 假如说莱尔德的级别里面 它是有四区 但是不需要你去考虑 你也没得选 它该用就用了 那我这种呢 我的理解是半时四区了 那除了它以外的 从limited开始 然后全部的木马人 它都是这种 当然大切它是自动化的嘛 所以你可以手动去override 你可以去选 那就变成全时四区了 不然的话 你可以放在自动的里面 让车去决定 所以呢 我也把它当做全时四区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嘛 那木马人就全部都是这样子 平时就是后驱两驱 你需要用的时候 就把它拉到高速四区 如果还需要低速四区 再去换 这个完全都是独立分开 然后自己去控制 这是全时四区 那四区系统呢 简单理解呢 可以分两类 木马人呢 就属于全手动的 沙地也好 泥地也好 雪地也好 你这个四区都是自己会去用 这个调好之后 车子会去决定 那它四个轮子同时呢 理论上都有25%的这种输出的力量 当其中的几个 一个轮子或者几个轮子 没有抓地力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 最极端情况下 其中一个轮子还能输出百分之百的力量 那换到大切上也是同样道理 当然你可以完全就放在自动 让它去决定 但是呢 大切 像overlay也好啊 一些车型 这个它还可以选得更惊喜 泥沙什么的 泥沙雪的 那这样选的时候 其实电脑 因为它是有大量数据的 在这种路上开的时候 所有车其实还会做更多的微调 这里不细讲的话 所以是这样子的 那四区系统呢 它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基本讲的都是这样子 越往上面一点吧 当然大切就可能到了overlay 那像自由光可能就到了Trail Hawk 或者Limited 那简单来说 你就要看到这个车上面 像这种自动系统的这种车上面 有这种低速四驱的low gear的 那就证明它已经是基本上最好的四驱系统 管它是这个刚刚说的大切自由光 还是说我们小的Pine 就是Renegade这个对吧 它只要有low gear的 它都是比较牛叉的四驱了 如果是没有低速四驱中选项的 像我刚刚讲的大切Laredo这种 那或者是自由光也是 像运动版上的这些车型上面 那它都基本上就属于该用就用了 那这就属于半十四驱了 好吧 基本上给大家提一提有一点点概念 好的 感谢你的问题 再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是来自WXZ1819的问题 16和17自由光有什么区别吗 唐大叔这么来说 简单说没有 那相对来讲的分别呢 因为自由光的话去年其实是做了 虽然外观呢还有很多数据上没有太能看得出来的变化 但实际上呢其实它是有有这个叫重新engineer吧 reengineer就是有更用功夫的去把它优化 所以去年已经优化过一轮了 所以呢最早大家说的这个九速变速箱呢 有时候找档位找不准呢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都得到了很少的很好的改善 唐大叔自己开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可能换档的感觉更顺了一些东西 所以1617呢 17款更多的也是这样子 那在优化的情况下更多的优化 像那种我们所谓讲的大这种改款什么 我倒没看出来好吧 那简单来说16款已经改得很好了 就是说如果能找到1617的新旧车 那其实是都可以买的啊 对吧 如果你能看到性价比或者正好打折的16款的 你就可以买 那17的话如果说你要的颜色啊 车型啊16款没有了 17当然也可以买 最近遇到很多这种问题 因为1617矿代正在1617都在卖的很多嘛 那有时候1716没有了 只能买一期 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惜 因为一方面你是对吧 16款能拿到实惠 但是17款呢 你要知道拿到手上 现在刚出来的车型也是 你等于说第一个用上了 人家年底再买 就好像现在人买16款的一样 人家是等了一年 字面上的都是一年 一年这个一年款的车 但是你已经用了对吧 十几个月了 十来个月了 所以你的使用价值是体验出来 那16款你要能找到 车是差不多的车 如果性价比够好 你也不在乎说一些小的外观上的一些东西 那还是挺有实惠的 但是你到了手 你也知道开出去呢 现在已经到17年了 你可能字面上好像是一年旧的车 而回过头呢 都到了三五年该卖车的时候呢 那人家还是看的 一个是李树啊 车矿本身呢 那可能这个1617的时候 还是价值上面会有一点点区别 所以1617呢 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 我觉得都可以买 因为它自由光这个车呢 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可以说差不多的 好的 下一个问题呢 是JohnJohn的问题 透露一下木马人新版本的引擎配置吧 是有计划引进大窃的那款 那款应该是想讲3.0柴油吗 这个唐大叔不断的 也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东西 然后呢 我也在不断的考虑 凭我个人观点 我认为应该在20年 非常的有可能 因为国内好像是2.4的 一个柴油引擎 然后在澳洲 我听说好像是2.8吧 大家都可以纠正我 但我知道都有柴油引擎的选项 但是克莱斯的最看家最好的 他一直没拿出来的 已经放在大窃上 但是没有放在木马人上 就是这个V6柴油 这个扭力就比较牛叉了 大概400 这个pounds of torque 对吧 这个就比较爽一点了 比起现在的260扭力 那扭力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是低速在越野嘛 然后你这个爬个坡什么的 然后柴油的油耗 各方面 肯定这是个很歪歪的引擎 但是因为明年 今年一期款呢 是JK最后一代了 这个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确定的事实了 18年肯定是JL出来 第一代 所以呢 他给你样子的同时 会再给你引擎吗 我觉得 从一般商业的角度 这种不大可能 除非克莱斯勒或者吉普吧 他真的有这个魄力 如果真的是的话 那我们就有福了 那因为 如果他明年两 这个改款和新引擎 都给你木马人 那后年肯定 这个 20年吧 就是吉普的这个皮卡 可能就会出了 而且说不定给你V8和V6 柴油的引擎选项 所以这块呢 大家共同关注吧 一起歪歪吧 从商业的角度呢 还有各方面的东西呢 他肯定克莱斯勒 或者FCA吧 他们会有自己的考虑 但是唐大叔如果说一定 我个人观点的话 我认为19年给你样子 JL的全新样子 然后20年会给你 新的引擎的选项 因为还是要保险一点 不能75年的这个吉普牌子 太随意的搞太多东西 然后控制不住搞砸了 因为越多新东西 越搞砸的几率越大 这个是75年的吉普牌子 是不容有失的 所以呢是这样子 大家敬请期待 所以呢现在赶快买个 JK最成熟的Panta Star V6 玩着 唐大叔也是这个策略 而且这样子我也喜欢 玩两年之后 玩三年以后 到时候再换 对吧 然后你也不会亏太多的 因为那时候我相信 有一大堆人会换 但是二手市场里面 多少这种人 在等一些好的二手车的 他们也会买买买的 好的 谢谢你的账的问题